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底是要用阿扁模式还是姚文志模式呢 陈时中金句连发他说他要用自己的阿中模式来打选战 其实呢从他确定要出战之后声量就是不断的上涨 很多现在这个民进党里面不是台北市的议员 也都抢着说要跟陈时中一起来拍合照 对比国民党的部分已经有一些国民党的议员 跑去找台中的卢秀燕搬救兵 这样子两相对照之下 看起来蔣万安跟陈时中在气势上就差了一截了 那另外一方面台北市长柯文哲常常是语出惊人 最近不少曾经力挺他的医生 纷纷跳出来说真的很后悔啦 这些医生当然也包括了陈时中部长 阿中部长他昨天就说当初真的是眼光不足 更多的内容我们稍后一起来分析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孟起好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孟起好 大家好 左手边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大家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前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张维元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陈盛文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年底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 萨喀都真的是非常的竞争 三分天下的局面我们来看到的是 其实大家想到萨喀都最有名的就是1994年阿扁亚 阿扁总统那个时候在选台北市长的选战 好 当时阿扁对上的是赵绍康还有黄大洲 最后是由陈水扁胜出拿下了台北市长 好 那另外最近的就是2018年 姚文治对上国民党丁守州还有柯文哲的时候 好 不过呢 后来这个姚文治是落败 那柯文哲连任成功 好 当然呢 媒体就很好奇啦 这个拼胜选的话 阿中部长怎么战 要询阿扁模式吗 还是这个姚文治的阿治模式呢 陈时中是说 没啦 他是有自己的这个阿中模式 好 当然大家很期待 要来看陈时中的阿中模式 不过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 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召开了 一起来看现场最新的记者会 今天的记者会 那我们今天还是由我们王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那出席的有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祥组长 以及医疗医院组的罗云庆副组长 以及我 那首先呢 还是由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我们昨天新确认的这些的病例的进行 昨天新确认的本土病例的话 有两万三千八百一十三位 那比跟前一天比较起来 是稍微降了一跌 基本上是差不多延续着这种缓慢下降的这种速度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的话 有两百八十位 那比之前一天还来多了一点点 那整个国际的疫情的上升的趋势 跟我们国内境外移入 检出的这种病例数我想是一致的 那死亡的病例数那是有八十六位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罗副署长 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报告 我们今天新增的中重症人数是178例 其中109例中症69例是重症 在86例的死亡个案 年纪比较轻的是一位这个小于5岁的小朋友 是因为急性脑炎而不幸过世 这边做一下口头的补充 这是一个4岁的女童 那她本身 在先前是并不知道有慢性疾病 不过在这一段住院的期间 有是检查出有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那在7月15号的时候是发烧跟喉咙痛 那到诊所有进行快筛检验阳性 隔天7月16号的时候 家长发现开始有食欲跟活力下降 以及4岁的一个情形 于是在7月17号的时候 带到急诊去检查 那在急诊这边有怀疑是脑膜炎 所以有收住院给予这个泪固醇 瑞德西韦跟降脑压药的治疗 不过在7月17号住院的当天呢 就有出现呕吐跟呼吸肺力以及胸凹的现象 所以因为这个呼吸窘固情形有插管使用 呼吸器 另外在住院过程中也有突发癫痫的重症 以及神经性的休克 所以也有给予抗癫痫药物跟生亚剂 等等这些药物来治疗 不过遗憾是说 仍然病况恶化 不幸在7月19号的时候 就治无效而过世 那这一位的死因是急性脑炎 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 并发急性脑炎而过世 那这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第八例的这个儿童 染疫后 并发脑炎死亡的个案 累积的儿童 染疫死亡的人数 目前是24位 在特殊重症的部分 有一位这个Mr C的小朋友 13岁的一个男童 本身没有慢性的疾病 他在5月14号的时候确诊过COVID 另外在7月14号 大概隔了两个月的时候 开始出现有全身的皮疹 发烧 还有咳嗽喉咙痛 以及有红眼的症状 在7月16号收到急诊 医事检查之后怀疑是Mr C安排住院 中间有曾经住过家户病房 不过在7月21号 的时候 因为病况已经改善 有顺利的转出家户病房至一般的病房 来继续观察治疗 目前的病况是稳定 所以目前的Mr C的个案总计是46位 我们儿童的重症的个案人数的总计是110位 其中排名前三名的这个重症的病因的话 第一位是Mr C 46位 第二位是脑炎24位 另外还有肺炎或者是气肢气管炎的话 总计是19位 这个是在儿童重症的前三名的这个病症分类 好 我们看到今天台湾本土新增的病例是23,813例确诊 那另外今天新增的死亡个案是86例 好 这是今天来自指挥中心最新的疫情资讯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政坛的焦点 阿中部长这个打选战脚步非常的紧凑 今天是来到台北市松山慈幼宫拜庙 现场热情的民众真的很多 而人群当中这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 就是成情的阿伯今天是游过来啊 这已经是联赛第三天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稍早的状况 一下车就被热情簇涌 没讲台北市场参选人陈世忠打路战 持续跑宫庙 到松山慈幼宫参拜 支持着不断高喊冻算 但前两天都到场成情的民众又来了 为什么就是要找陈世忠 还是没说明白 曾跟蒋万安成情之后他怎么 不是 不同意 这个是政治话术 市民有困难我们都愿意倾听 那我们会就搜到的资料里面 那我们看看是哪个部会能够帮忙 只是会尽量协助陈情人 陈世忠也将更接地气 接下来两周会和北市26名议员参选人 启动见面会 和民众面对面近距离座谈 计要动员至少500个人 因为我8月3号要开始 所以我昨天已经开始跟我地方基层说了 那其实他们非常期待 其实我觉得议员一个人 现在目前一场还算还不太够 有议员的监督跟提供地方的需要 大家把意见提供出来 这样会做事情的团队 可以做丢事情 强调会多跟地方请议 不过竞争对手阵营 仍是紧咬着防疫成绩 猛批陈世忠不及格 我想这是可以大家公平 不过我还是要讲 我还是要坚持 我们防疫的成绩至少有75分 那讲得比较好有80分 那持续我们指挥团队会持续努力 在萨卡都战局下 陈世忠被视为魁渊28年 最有可能为民进党抢下北市的人选 被问到想靠阿扁 陈水扁模式 还是阿智 姚文志模式打选战 陈世忠再说出禁句 我就是要采取阿中模式 我们努力的 你们两个 他先问三下 努力 把阿中做好事情 做对事情 希望市民的支持 高EQ回应赢得满场掌声 陈世忠要打赢北市这一战 看来兴兴满满 陈世忠要高EQ应赢 讲到这个萨卡都 这边我想先请这个宰狗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刚才其实有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因为过去阿扁的选战 跟姚文志的选战 同样都是这种模式 都是这个萨卡都 所以当然记者很好奇 到底民进党现在怎么定掉 陈世忠的选战方针呢 陈世忠他自己说 阿中模式他会好好做事 不过讲到这三个人 我们来比较一下 因为目前其实看起来 阿中部长的这个声势 我们先不论民调 就声势的部分 确实阿中部长 好像是比2018年的姚文志 还要高一些 可是如果再跟1994年的阿扁 比起来 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选战是一局 逢一局 所以每一局选战是很难比较 但是如果以政党的变化来看 其实1994年的变化都 是国民党分裂 我们这个结局上来看得比较准 因为人 选战的局 时间人不相同就一定不相同 那个姚文志 姚文志是 姚文志是我们民进党所分裂的 很优秀的人材 但是很抱歉 姚文志刚才那个选战是民进党分裂 民进党分裂 所以这个民进党没有分裂 回头回来这个阿扁没食 其实刚才看这个政党的结局是国民党在分裂 但是这个国民党的分裂算过去 1994年 那个时候 这个国民党分裂是在 范里定妃 范里定妃 赵少康为代表嘛 所以 那个昂代酒的票 赵少康拿30.17% 昂代酒拿25.8% 阿扁也拿43.67% 但是到处当年 阿扁也陈范英九算 范英九拿51% 但是大家会记得 阿扁是以 万里党76% 78%的这个市政万里党 结果 又输了这个范英九 阿扁也拿到历史以来 我们民进党在台北市 拿到最高的45.91% 另外 那个都要看姚文智 姚文智是在民进党分裂之下 他这样真打命 去研修到这个 在台北市民进党的这个 基本借贷 姚文智 他拿到这个 17% 将近18% 是 所以这是基本的结构 来现在看现在的选举 国民党是分裂 但是国民党的分裂 他已经算过去 这个范里定妃的形式不一样 因为台湾在那一九九数年就是民主法 到现在来看 我们既就有一点 确定 在欢迎李政党的民主路线 这些人 慢慢都是漏掉了 像现在 这三天年代三天在帝 陈文时中在那里卵中 这种人 这种人慢慢笑 但是过去 过去 国民党维团时代 在台湾所建构的那种中国意识 在那我们要以国家认同来看市政参计 目前 自认我是台湾人 全台湾人有67% 自认我是中国人的有2% 自认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还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种相定认同的差不多31% 这个国家认同的比例在台北市里面 在相定认同 还有在祖林 我是中国人的比例 是我们全台湾利利管市 到了 麻祖金融 那个华联台湾 以外最当的这个社区 那以六党来说 他是最複雜的 在认同最複雜的 所以他这样来看 现在三角度的这个黄珊珊 蒋万安 蒋万安就是这个威权时代 蒋家后代的最后 最后王子 黄珊珊就是威权时代 去夹到边两个最后的公主 所以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都是在 这个 我是台湾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又我是中国人 这35%里面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 就是丹西中 就是说他在民进党团结之下 但是他们没讲得很好 他这个阿宗模式 其实就是现在 你支持台湾 还是你支持中国 还是说你的林党 你是林党 我是中国人 还是我是台湾人 最基本的一个分野 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础 第二个基础是说 过去一九九十年 变成是用民医疗最强 结果又拜佛 这个台北市 我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的这个林党 的这个基础 输掉了 输掉了 一九九十一九九十年 到现在 台北市有24年 那就是他的建设 马英九做什么 马英九做健康中心 郝隆斌做人行道 那边两个什么都没做 就像存一堆兵兵 这样而已 所以阿党的部队的机会 就是说过去李适宇 在国民党 还是在民进党领委 说要突破 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资政 希望说用民间的力量 用公民的力量 可以改变这个生市 结果这个失败了 失败 现在就要回来说 现在台北市的比较 不是全台湾 做的 做一个太多 现在台北市 在国际的变化 你要变成台湾对外的代表 所以阿党 部長 跟民进党 在过去的欢喜之下 应该要走这条中道之路 走这条台湾 台都 我们这里有法度 在台北市 在二四年里 我们让台北市可以回合 过去这种为民为主 这是阿扁模式 为民为主的私生之道 现在阿中 阿中部长就是 同样延续民进党 这种为民为主的新的方式 来赢台北市的这条选举 台北市的选举 这边我也请教一下 民进党的这个盛文 因为大家所期待的阿中模式 到底台北市民进党的基层 期待是什么呢 过去阿扁是打赢一九九四年的选战 不过同样撒卡都姚文志当时又是落败的 那阿中博士 阿中模式走什么样的路线呢 盛文 其实我觉得阿中部长呢 他一直以来的形象就是 非常的把时间跟精力都拿来顾地方 包括这一次打选战 他有采取说地方要办了26场的这个座谈会 我觉得他把时间都贡献在地方 深入的去了解民众的需求 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阿中部长模式 那也来分享一下 最近阿中部长 他可能在龙山市有发生过一些案件 其实这个在我们民主社会的体制国家当中呢 这都是很正常会发生的事情 也包括前一阵子 我在地方去站街口 或者是捷运站的时候 去宣传自己的理念 那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民众 他情绪会比较高昂 然后会想要跟我澄清一些案件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龙山市前几天的这个案件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在 是在于说部长在场 那也有一些立法委员在场 地方的市议员 还有一些记者的媒体朋友们 所以地方呢 会有一些警察来维护治安 这都是正常的事情 那我相信呢 不管是陈时中部长啊 或者是蒋光安委员 或者是黄山山副市长 他遇到同样的状况 地方的基层的远警 也是会用一样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陈情人的状况 也就是把他先带离开现场 这是为安的考量 所以要呼吁有 有些民众他可能是比较外行啊 酸民啊 那你对于这个地方的 这个治安的维护 你不懂的话 可能就不要再对于地方的警员 有过多的批评 就像前一阵子 大家还记不记得安倍事件 才刚发生而已 大家都历历在目 对于这样的案件 很多民众都在批评 安倍的随护 安倍的这些治安的维护的团队 还有地方的远警 怎么会完全还给这个枪手 第二次机会才开枪打背 打中安倍 那当时把安倍身边的这些水户批评成这样 当然我们台湾的警察 也会感受到倍感压力 也会感受到这些责任感 尤其选举要到了 要绷紧神经 大家都会绷紧神经 会非常紧张 然后结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案件 把陈情仁先带离现场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想到原本这些批评安倍的人 反过来批评说 怎么执法过当讲出这些话 其实绝对要再次的呼吁 外行人看门道 还是尊重警察的专业 这是最重要 回过头再看到 国民党的秦惠朱议员 怎么还去批评说 要出来选举就不要怕死 讲出这种话 这根本就在侮辱台湾的民主 什么叫民主真谛 民主真谛就是 我们有什么话想说 我们说出来 但是我们的人身安全会受到保障 这才是所谓的民主 那还说什么 我们在打一个口水战 说什么这都是政治操作 其实根本就没有 陈情仁二次去找 三次去找陈时中部长 那没有看到 庄瑞雄委员 还有何志伟委员 他都说了 如果有这个案件的话 他们很愿意来协助帮忙 我认为这就是民进党 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服务热忱的服务态度 我认为这绝对不是所谓的打口水战 好 这个陈情的插曲一爆发 其实现在所看到 蓝营带这样子的风向 说什么 怕死的卖出来算 这样真的是合理的这样子的操作吗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真的警方的为安在候选人身上 确实是有必要的 好 讲到这个陈情还原这个现场的部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进一步 来请教一下茗玉姐 万安委员到了 小宝宝 恭喜万安委员 至此到一半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看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蒋万安抱着二宝道场 赶紧在台上催生 预额津贴像万安委员 如果他今年生小宝宝是第二胎的话 今年的预额补助 我们增加到两万五千块 如果万安委员在生第三胎的话 是补助到三万块 想爱生第三胎 我一直很想要有个女儿 没有啦 都好 男女都好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对啊 做一些小朋友很热闹嘛 因为我很爱孩子 所以现在有在努力吗 何时生第三胎 蒋万安笑不达 不过看见小宝宝 黄珊珊母姓大爆发 说他在台上主动介绍蒋万安 一下台更马上上前关心 瞬间化解两人的选举 严小卫 但蓝营票仓大安文山区 信为市场管委会在大楼外 挂出大看板 祝福黄珊珊更上一层楼 引发蓝营基层恐慌 私下透露讲完选情 真的堪忧 我跟议员联合的看板 也在很早就已经陆续 在台北市各个区都挂上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持续的努力 稍微协助了一下 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非常努力 我看到新闻我也吓一跳 我想说很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关心 台北市都跟 要回应支持者的心愿 我很忙所以我要先去看 面对黄珊珊 挟带行政资源 来势汹汹 讲完采取不理会模式 反倒警咬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遇到陈琴男子 不但第一时间放任他 被远景驾离 更没展现诚意 聆听民众意见 2016年一直到2022年 协助这位陈琴民众 开了7次协调会 帮他发了14个公文 协助他直接与金管会沟通 但是陈中部长 他却是漠视民意 讲完再批陈时中 没和人民站一起 要立拼成为台北市最强母鸡 讲完仅有这个 阿松部长没有倾听民意 我们来看这件事 因为这一位图片下方的 这一位陈先生 这位阿伯 今天是联绍第三天 还是去参加这个陈时中部长 跑选举的行程 那其实像昨天 很多民众就问说 其实现在的台北市长 是柯文哲 他怎么不去找他呢 这位先生就说 我们要往前看 看起来也是蛮看好 这个陈时中部长的 我们可以这样另类解读 不过明玉姐 我们想要请教的是 因为现在这个陈琴的插曲 现在变成好像蓝绿都在 互控对方政治操作 庄瑞熊立委他现在是陈时中 这个晋总的发言人 他就说 诚心奉劝蒋万安喷政治口水之前 是不是要回忆一下 人家陈先生曾经四度向您求助 怎么最后人家答案还是不满意呢 那蒋万安这边也不甘示弱 昨天就已经写脸书了 蒋万安这边 好 这一段框起来的 我稍微来讲一下 他就说陈时中部长 第一时间就是在龙山寺那一场的时候 放任陈琴民众呢 被警方这样架离现场 都没有展现诚意啦 没有聆听民众的意见 那现在面对质疑啊 蒋万安就说 这个民进党居然想方设法 归咎给 从一开始就努力处理民众陈琴的在野党立委 这种操作完全就是在模糊焦点 好 现在双方为了这位阿伯 现在在不断的在互咬啦 蓝民郁姐怎么看这件事 我们这个陈先生 现在大家都叫他陈琴伯 陈琴伯 那其实我真的来帮大家还原一下 他到底的诉求是什么 那当然他自己的诉求是说什么 他是什么0206的这个什么期货被强制平仓 但是事实上今天再去追查 其实根本就跟这个案子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这件 对 我讲给大家听 因为他是2018 你看0206的那个期货被强制平权 这个受害者有上千位嘛 这是2018年 可是他有一句话露了线 他说他2016年的时候呢 就去找了这个蒋万安 蒋万安自己说的啦 2016年的时候就帮他处理了 包括开什么协调会啦 公厅会啦去找金管会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2018年才发生的期货事件 那为什么2016年 就去找到了这个蒋万安 蒋万安就要帮他处理呢 那原来再去查 原来这个陈勤博 他是自己在2011年的时候 他有四个账户 那当时有他的这个背景 他的背景就是说 他因为账户的保证金不足 账户保证金不足 后来被强制冲销 然后后来他自己的跟日盛的官司 他跟日盛求偿1亿多元 那这个官司呢 从2012年一直打到2020年 事实上这个陈勤博 他的这个三审定业 这个日盛的这些营业人员 都被不起诉 不起诉啦 最后2020年最高法院 都把他最后的陈勤都 把他最后的这个 这个诉讼都给驳回了 所以我必须讲 就是说其实这个陈勤博 他讲他那个0206期货事件 他后来有讲 他说是他老婆 他老婆的这个户头损失了几十万 所以是他老婆跟0206的这个 期货承勤权有关 事实上他自己的案子 是他自己的司法个案 所以跟大家还原一下 其实跟0206的这个期货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是他自己司法的个案 所以他才要开始一路的去找人承勤 他找了蒋万安 找了柯文哲 找了所有人 坦白讲他有点找错对象了 第一个你司法自己司法的个人案件 说实在这已经三审定业了 你要找市长也没用 你要找立委也没有 其实这个已经司法定业 除非你真的要去找监察院 再来澄清 不然我认为说这个很难 没人替替他讲话 那回过头来 那为什么这些人 他明明自己司法定业 但是他还是要找这些政治人物来澄清 他明明知道找陈时中也没用 第一个陈时中什么都还没当选 他虽然说我们刚刚就是以开玩笑政治解读来讲 他是不是说看好他会为台北市长 他当台北市长他也没办法 帮你解决你这个自己个人的司法案件 但是我们采访那么久 我们就知道说这种的陈情人 我们姑且不论不称他叫做职业陈情人 职业陈情人我碰过最多就是那个柯四海大哥 大家这个观众跟我差不多 都知道柯四海非常非常有名 他就是说像这种的 他就因为他当时也是跟马英九杠上 还我牛 还我牛 所以他到处陈情 可是陈情没有用 所以他就想到说 我看到媒体如果会报道的话 他就开始跟这些有名的候选人 就如影随形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那时候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不管跑到哪 我都会看到柯四海 后来他厉害到什么地步 他厉害到说他家 就很像那种小型的那种 我觉得很像CIA的秘密基地 他家最多有到二十几台电视 他都分别监看 就监看说这个政治人物马英九到哪里 谁到哪里 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譬如说看到这个总统府 这边有开始开记者会 他最快时间之内 那车子就开了 马上冲去 就跑到这个现场 然后就开始举牌 真的是专业 真的是专业 他后来已经专业到这种地步了 那我稍微插播一下 就是我那时候跟他有点争执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 还是在SARS的时候 他很有名 他就是开 他不只自己来举牌 他还带流浪狗来 他带流浪狗来 流浪狗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连线SARS的时候 国安高层在开会议 那我在连的时候 他就放流浪狗出来 我就很认真讲说 现在SARS的邱毅人 他们正在总统府开记者会 那个流浪狗在舔我的脚 你知道 那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很生气 结果后来 那个开始要 我就说那我们来听一下邱毅人 刚刚讲什么 那后来我就赶快回去 我就很生气 我就回头 我就把柯思海 那个举牌的板子 我就把他抢过来 我就给他丢到凯达格兰大道上去 车子就把他撵过去 结果柯思海要来打我 就打我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他在那边跑 SNG人员就赶快下来 就把他挡在旁边 然后后来我去传续续说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邱毅人 但是就是说 这是一个插曲 那我要讲是说 后来柯思海 当然跟我们记者保持默契 就是你不要再放流浪狗 那你就好好举你的牌 我们互相不干涉 那我要说柯思海这种 就是职业陈情人 他也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官司 因为没人领他 可能也三审定义 没有办法 他凸显他自己的问题 让社会可以注意到他 那我要做一个结论是说 现在碰到这种职业陈情人 对 这个像这个圣文或是委员 或是像我们这个 这都要选举都会碰到 对 你会碰到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 你帮他解决了 你如果真的可以帮他解决 哇那以后全天下 所有的这个陈情人 不是全部都来了吗 我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冤屈 像那种军中冤案的蛮多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处理 红中秋事件也很多军中冤案都来 每个人都故事真的都非常可怜 那大家都有冤屈要说 但是很多 包括说你家什么都根 处理 土地问题 什么通通都来找上你 那如果大家都来这一招的话 觉得说 我只要缠着陈时中 然后这个 你们都可以帮我解决 那不是大家全部都来了吗 那如果你不帮他解决的话 他又开始跟你如影随形 所以对这种民意代表来讲 你到底要怎么解决他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困难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难点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这些人 他最重要的疏通管道 他就是想要倾听 就有人要能够倾听他的意见 所以我认为说 像昨天 昨天像那个他不是也跟去了吗 那后来就当然就是说 民进党的志工 把他请到一边 没有庄瑞雄何志伟也去了 对 都在后来在阶梯上 直接跟这个陈情博 就聊天 知道他的诉求是什么 他也找过吴思瑶 去立法院 我们也都碰过他好多次了 那所以啦 你就碰到这种陈情人 我认为啦 第一个我就要呼吁是说 我觉得蓝莹的朋友 不要刻意去操作 我觉得蓝莹现在恶劣是恶劣在说 你明明知道他来陈情 就是陈情他 不管是期货事件也好 或是他个人的司法案件也好 你不应该就是不提这件事 你就直接讲说 他是因为什么万华 把他故意跟万华破口 把他结合在一起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操作 那现在还有人 还在继续操作这种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碰到这种事情的话 每个人都会碰到嘛 因为他也讲过 他也去找了别人 那所以这种要怎么样疏通 我认为这些民意代表都会碰到 就是倾听啦 倾听就是你大家感受到有同理心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 能够疏通的一个管道 碰到陈情 我想这个红禄委员 还有这个委员 应该都有经验 我们先请这个国民党委员 来讲一下 因为现在讲外来好像一直警咬这件事不放 他一直说这个 陈时中第一天啊 为什么说什么 责任来我就扛 结果最后呢 就眼睁睁看着警方 把这个阿伯给扛走 可是后来其实 因为昨天惠珠议员开了记者会嘛 人家万华的警方也说了 这个不是当天的这个警方 不是陈时中在指挥的耶 是警察觉得 情势好像不太妙 所以赶快呢 把这个阿伯先带离现场 可是国民党现在却在说 嫌这个陈时中 维安规格太高啦 或是说人家没有倾听民意 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逻辑耶 委员 首先我要必须说这个 小玉姐真的是很厉害 我要跟各位讲 昨天有人在讲讲 我在这边发文说 2016到2022 可是不是媒体都说是2018 在0206这个齐全大坑杀 然后再陈情吗 的确啊 他说他是2016为什么 当时我就在讲 外面办公室 我见过这位陈先生 那我们是真的很认证帮他处理 那大家也听到最后呢 因为法院三审定义 其实法院已经判决决定了啦 所以其实他不是真的是说 立法委员可以处理 因为他有去跟金管会协调 开了很多场协调会 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那后来法院也认证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当然我必须说 这陈先生去现场的确是针对 这个金融齐全的齐货的事情 然后去现场陈情这样子 所以跟所谓忘华破口 真的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事实 这个也我也觉得必须说明 但这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说 这个陈先生好像支持 蒋万安的支持柯文哲 我给各位看一个 他也有剖文 大家不知道看能不能看到 是我们转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赖清德的这个 后援会的粉丝团 然后这边有个陈國隆 就是这位陈先生 他的文法都一样 齐取副总统 某位天地利心 看到他讲外面跟柯文哲 其他的语法是一样的 那我要必须说 我认识的这位陈先生 他应该没有特别的政党立场 他的确觉得说他被坑杀了 所以他很希望政府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甚至是其他政党 如果是当家作主的话 能给他一个公道 他是觊遇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只针对陈时中而已 前两年柯文哲活动的时候 他也去柯文哲成情过 那包含其他国民党的很多立委 或国民党的很多立委 他都去成情过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但回到这个现场 我也必须讲 现场其实我们面对很多 这种成情的人 当然会有些冲突 会有些他比较激动 都蛮紧张的 那老实际上比较好 比较适合做法是 的确会有人围过去 他围过去 好好好 先生不要这样 会这样子把他慢慢把他推走 就慢慢把他在这架走 但是因为那天 我觉得台北市警察局万华分局的原警 可能真的蛮紧张的 因为毕竟媒体都在拍 那陈时中正在受访 可能原警觉得画面不好看 所以大家会看到 那画面的确被拉着走 那也的确因为拉着走 画面当时在第一时间 当国民党的人看到就觉得 陈时中你怎么请能把他架走 那我也必须还原事实 是万华分局的警察把他架走的人 那万华分局他的主管机关是谁 是台北市政府 那谁管这些东西 柯文哲跟谎生生 所以你今天要把这个错说 陈时中怎么危害原警那么高 危害警力那么多 我觉得也不应该把这些罪重 加在陈时中身上 我们都把他回到根本去讲 所以整个东西呢 当然国民党国民党 你看国民党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 我们觉得陈时中没有请听民意 那陈时中觉得说 我基本上按照规定 那我基本上就是被毒绑 那突然有面对这个事情 那被架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后来庄瑞雄 好吧何志伟都有去找这个陈前 我觉得最没资格 在这里面智慧的是谁 是黄珊珊跟柯文哲 大家记不记得 他们昨天跳出来说 应该要有寻听民众的 民众表达自由 去寻听民意 被你的人架走 是你不让这民众去发表他言论自由 那请问那你接下来面对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不管是蒋湾或是黄珊珊 未来面对这个情况之后 有人在那边抗议啊 在那边叫嚣的时候 那请问你的警察局 你要怎么处理吗 你该怎么处理 你不把他拉走吗 那你就让他继续在这边叫嚣吗 而重点是 当时这陈前的手上有哪个 后来看的 看起来是手机 但有谁知道那个原本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武器的话怎么办 对啊 很危险啊 所以我觉得好 当然这一次是个事件 那都要记得起警器跟教训 未来好 那台北市警察局 或黄珊珊你告诉我一个SOP嘛 以后有人在你身上闹场的话 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澄清者 好 委员这边说 他觉得想不出给公围 就是柯P跟黄珊珊 红路委员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黄珊珊 当时他就是告诉大家说 遇到澄清 就要先听民众 为什么来抗议 好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再来判断 好 倾听就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撇步啦 警察局局长 那也虽然是警政署一条边 但你的市长要求他怎么做 他还是配合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维安是有加强 没有错 因为从安倍的事件发生之后 这是有维安有加强 大家会紧张啊 不是 除了紧张之外 你要知道 这些警察的压力有多大 如果万一发生了任何什么事情 他们怎么办 到时候大家讨论的就不是说 这个陈青人被架走的问题 他就就责了 对 说警察不要负责 你们怎么做的这么差 怎么怎么样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也会有 照这一个要求说 这个维安要做好 我相信他不可能说 这个维安不要去碰 不要去做 我不相信警察他只是把他的工作做好而已 所以你做好而已 你就今天衍生出来这么多的问题 我跟你讲 其实模糊了选战的焦点而已 那谁得利 我认为蒋旺安得利 你看一开始把他引导成万法的破口 然后现在抽丝剥茧出来是这样 我认为这位陈青的阿伯 他就是一个职业的陈青人 就是一个职业的陈青人 对不对 但以警察的角度来讲 我怎么知道他是温和还是要激烈的 他画得大小些 那当然场面很紧张 而且你看他那个影片里面 他手里是有拿东西的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认为第一线的警察同仁 他做这样 我不认为他有错 我必须要替警察说句话 我不认为他有任何的错 错的是现在这些政治人物 一直在说 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 模糊的焦点 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的陈青人 那职业的陈青人 我认为很多以前 也不是今天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以前都有这种 也是一样 会把他请到旁边 然后你要向谁陈青 那你市民里面的有负责人 或代表来跟他接洽 来跟他怎样 以前我所看到的也都是这样 不过我倒是很少看到说 连续好几天一直跟 除了刚刚明玉姐讲的这个柯四海之外 但我要说柯四海 他是因为他陈青久了 他一定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他可能啊 这样讲比较不好意思 他可能跟某些人 或某些记者变成了朋友了 有消息的 他知道我明天要去哪里有可能 哪里哪里 他可能他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了 可是我不认为现在这一个陈青的 这个陈阿伯啊 他能够知道这么多的详细的 这一个行程 你知道行程你要知道几点几分 你要知道什么 对不对 那他也不知道说我今天要去哪个庙 怎么可能对不对 我相信不在台北市里面的所有的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 如果不是去他选区 他也不一定会知道这个陈时中今天要去哪里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忙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位陈青的陈阿伯 他都能够这么精准 然后都知道在哪里 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是不是有特定的人 给特定的人给他这个行程 那你说你要知道对手的行程在哪里 我跟你讲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 这一点是让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地点 要如影随形你也知道他去哪里 除非他知道陈时中住哪 每天跟着他 但如果每天从早跟着他 我跟你讲警察也会发现啊 对不对 那他就是这么精准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背后的有心人一定提供给他 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达到了你个人的私利 个人的目的 但如果一堆人仿效之后 我跟你讲 全台湾的警察疲于奔命 我跟你讲 这个我警察就做这些就好了 我其他的治安我怎么办 而且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学啊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我刚才讲到这个选举 候选人都有很多的行程 尤其现在 距离大选只剩下120几天而已 所以陈时中呢 我们看到他一出场 在确定要代表绿营出战之后 声量就开始暴增了 尤其现在 不只是像盛文 在台北市的民进党议员 很多不是在台北市的民进党议员 也都抢着要跟阿中部长来合照 我们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 讲到阿中部长的声量暴涨 这是真的有数据来佐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底下这一张图 这是统计从去年的7月19号 一直到今年的7月19号 陈时中的讨论度 我们来看大概 其实看起来蛮平均 可是最近突然升高 尤其升高最高就是在7月10号 那一天民进党就是已经宣布说 就是要确定征召陈时中了 过去 其实阿中部长平均一天 也许是4.5万则 但是在7月10号 是冲上了将近10万则 大概9万之多 好 这真的是比他过去 在当卫福部长 在当指挥官的时候 讨论度还要高 那当然 因为我们台湾 确实在前一阵子 疫情比较严重 那当然 疫情也会连带影响到 这个民众对于陈时中的一些 正面观感 或是负面的评价 其实过去 大概在3 4月的时候 阿中部长的负面评价 比较高 大概有27% 不过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 随着疫情趋缓 负面声量是不断的往下降 现在已经降到14%了 好 这降幅多达了13 这么多 那讲到这个部长的受欢迎程度 盛文这边应该是最有感的 听说 阿中部长现在准备要举办26场 阿中与你相见欢 这样子的活动 7月25号到8月 其他26场 这个26场里面是要怎么选择 是议员自己去抢吗 还是怎么办 有怎么样的形式 盛文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跟大家说 报告一下 26场的首场 是由我这边来主办 你是头一厂 这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 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要怎么报名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对于这一次 2022年的答选战 不管是市长也好 或是地方的市议员 我们都是非常的认真 那有一个群组啊 里面有26位的候选人 就是我们市议员嘛 不管是现任的议员也好 或者是新人初选过关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市党部的同仁 那这个群组呢 可以说是24小时不断电 不断在讨论一些策略啊 或者是未来施政的方向等等 还有阿中部长的地方活动 为什么说24小时不断电 就在昨天的凌晨 大概是一点半两点 那时候我已经睡早了 有发了一个消息 确定说有个阿中部长 与你相见欢的活动 那刚好那天早上 我有一个送车的活动 那送车就是地方的里长 会办一些活动 比如说黎明啊出游 那我就会到现场 跟大家质疑 跟大家来挥挥手啊 来做自我介绍 那天四点半起床 我一看到讯息 我立马就是 马上登记说 我想要抢第一场 那抢第一场之后呢 也很开心 阿中部长最后也决定 第一场的首发见面会 也要办在我们这个大安区 他当初啊 一接获到通知 第一场要办我这边 我很开心 马上打电话 跟身边的朋友讲 分享这个消息 后来下午这个媒体的消息 就已经放出去 那放出去之后 很多民众 哇把我脸书灌爆 脸书啊 Line啊 还有这个我的IG啊 还有办公室的电话 都问说 要怎么样才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有名额限制吗 名额限制没有名额限制 也没有这个报名费 想来都可以啦 等等也来分享一下这个 见面会的资讯 所以可见这个陈时中部长 他自带的声量有多大 包括前一阵子 我脸书在发文的时候 他战术 可能都比较难超过一千 那有一次我跟那个陈时中部长 在发那个我们定装照的照片 撤拍 就有两千多的站 而且完全没有下广告的状况之下 所以可见陈时中部长 他的声量是非常高 所以我们绑在一起 绝对是会有互相拉抬的作用 那后来被灌爆之后啊 也很开心啊 未来这个时间点呢 也会更详细的发布在这个网路上面 那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场的首发见面会 会是在下礼拜一 二十五号的下午五点钟 在大安区的夏内浦福安公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陈时中 那陈时中部长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优秀 他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地方的这些座谈会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相信这些座谈会也可以体现说 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部长 那包括陈时中部长的形象 不打口水战 把时间贡献在地方 这样的形象在于我们大安文山区 民进党是要花更多时间来努力 来争取票源的这个选区 也绝对会有一个更加成的效果 所以我相信陈时中部长 会是台北市一个非常优秀的候选人 陈时中的人气从盛文刚才分享说 他的这个脸书按赞数有翻倍 就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阿中部长要联办26场的界面会 这个气势上看起来 是不是高出讲万安一劫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 其实讲到这个陈时中部长 要来联办26场界面会 还有刚才盛文也公布了一些讯息 他说现在这个电话啦 还有这个脸书 真的都被这个相亲 选民朋友给打爆了 看到民进党这么热烈的氛围 这个国民党的委员这边 会不会觉得有点Himson 这个我在请教委员之前 我想来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过去我们前一段时间 一直在讨论说 阿中部长的这个团队 非常快速的就定位 尤其其实最先公布的名单 就是两位发言人 庄睿雄跟林楚音 那最近因为大家一直追 所以后来呢 蔣万南感觉这个竞选团队的名单 是被大家给逼出来的 昨天呢 他也是挑了一男一女 而且呢 通通都是一样 都是不分区的立委 李德伟跟李桂敏 也要来当藩人 那很多人就会说 这蔣万南是不是没有创意 是怎么都跟着阿中部长 真这样子的形势在走呢 来 委员 老实讲 不管是庄睿雄委员 或林楚音委员 都是这个战斗力极强的 这个过去可能是政论论 节目的名嘴 现在是问政西立的立委 那你当然是要找一个 可以与之抗衡的 因为你那个气势不能输 所以那我也必须说 今年这个以发言人来说 我们两个阵营的发言人 看起来火药味十足 我举个例子 二零一八年 我们台北市长的发言人 都是素人或幕僚出身 我当时是顶手中的发言人 那姚文治阵营发言人 叫做宏利奇 也是幕僚出身 那柯文治发言人 是海选的 叫蔡俊伟 大家都素人 所以当时大家是 有点在培育年轻人 就是幕僚性质 对 幕僚 就幕僚是 但我们还是会出来发言 但这次不一样 已经就战斗位置了 出来就是要短兵相接了 所以当然是要 战斗力极强的这个互相 才会有火花 毕竟大家都会觉得 老实讲 不管是成时中或讲完 他的人设都被保护得很好 都希望候选人主战本身 不要有太多过多的口水 因为保持一个中立理性 去吸引比较中间选民这样子 我觉得两个人都扮演得很好 所以换句话说你外围保护他的人 那你就要去做一些政治的攻防跟攻击 那这样子也是 老实讲我对于选民来说 有不同的火花火药 其实选举也会比较精彩 对啊 所以其实那很多人都说 讲完已经宣布参选这么久了 那他的这个团队怎么比陈思忠慢很多 慢两个月 我必须说陈思忠 他的整个团队的组件 是非常的迅速的 从他宣布参选到后来马上一天 都有一个发言人 或一个这个什么执行长或主委等等 很有节奏出来 那为什么会这么快 可能陈思忠真的蛮早就准备好了 那讲到讲完 大家说五月就说要参选了 怎么现在怎么发言人今天才出来 我也以二零一八年的例子 跟各位讲 当时呢 这个我们国民党丁手中团队 是七月中才决定我们的总干事 是王玉米委员 那当时呢姚文氏团队到什么时候 到八月初到八月中才决定的团队 那我是说以上一次的选举来说 七月中到八月中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人事布局的时间 但这一次的确 他会必须说 因为陈思忠团队很早的确立 而且大家看起来很团结 整体性不错 所以的确我觉得讲完这边也要面对 这样子敌人的不同的一个布局 你要有弹性 你要有调整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发言人的公布 包括林桂敏跟李得维 就是因应陈思忠团队已经起来了 不可能每次 大家会发现 陈思忠团队建立起来之后 总共是吴思瑶 然后庄队雄廷 每天都有不同的发文 对针对讲完案这样子 那讲完案自己的疲于分明嘛 这样子又回来 大家又觉得他口水战 所以赶紧找出一个发言人 透过同等之间的互相的交流 跟互相的这个讨论 我觉得也是比较对等的这样子 这个两边的发言人阵容 看起来真的都很坚强 都是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尤其这些都是大概可以代表 这个候选人出来上节目 感觉起来接下来 短兵商街一定会非常的热闹 不过讲到这个高公围 其实会讲话分很多种 像是柯文哲市长这样子 愚不惊人死不休的也是一种 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好像有一股这个氛围 一届有一种道歉大会的感觉 因为过去呢 挺过柯B的医生 最近都纷纷站出来说 真正好会 怎么会这样喔 请教宅哥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最新的报道 掌握先机未来人才 按下启动键宣示XR艺术展正式启动 剩下五个多月就要卸任的柯文哲 力拼有感政绩 希望自己八年来 在教育政策上的努力 可以延续下去 只是周二双城论坛落幕 明准温朗东预言柯P将取代国民党 成为中国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但柯P回栓是因为自己没有付薪水 让当初力挺他的台大名医施景中 听了都感慨地说 包括我和所有认识 有投他的人都彻底后悔 另一名医师谢中璇也留言 说每次看到他或是听到他的言论 后悔之意就会涌出 像是一直在打自己的脸 显示一介很失望 面对习日同事批评 柯文哲脸色沉重 几乎什么都不说 不过2014 曾一起拼大选的议员们 更是语重行长 从政八年到最后面重判清理 你算是史上第一人 我只能说柯市长 你应该检讨的是你自己 从事政治是要以臣待人 而不是以前养人 所以柯文哲柯市长 你这样讲话 已经伤了曾经支持你的人 公开透明变成了私相授受 行政部总理黑箱作业 所以难怪他现在都是没有朋友 旁边都是牛轨车身 因为他的所谓改变城镇 真的就是一场诈骗而已 那他其实应该要检讨自己 而不是检讨这些 曾经支持过他的人 提醒柯文哲改变自己的政治观念 不要每次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的错 否则最后只会沦为 亲信别敌人的窘境 2014年柯文哲在政坛这样子崛起 当时的这个柯市立柯文哲旋风 真的是让大家都记忆还非常深刻 不过怎么会过了八年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宅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说 这个一届道歉大会 这当然是外界打趣的形容 不过我们来看到这几位 都有公位或是医师的背景的 好像是阿中部长最近也被问到 2014年也帮柯文哲市长来站台 陈时中现在回想起来 他觉得当初真的是眼光不足 另外一位也是曾经很挺柯文哲的 前卫生署署长李明亮 他说以前是我错了 柯P真的是令他很失望的一个人 不只这样 我真的还没有讲完 这个还有这个施景中医师 也在脸书贴了柯文哲的画面 他就说我所认识的 有投给柯文哲的人都彻底后悔了 连他自己也是 另外一位同样也是医师的 这个谢宗学医师就在脸书回应了 这个施景中 他说因为每次看到柯文哲 看到他讲的言论好像都在自打脸 他就感觉很忧愿 过去的柯施力怎么现在变成这样 大家一个一个都切心 齐哥 柯文哲 我觉得这个医生很有良心 管理度缺 其实因为过去不管是民进党 因为柯文哲后面会动算一三年出来 一四年动算到年龄民进党 说实在为了台湾 为了修道要进步 真的 彼生自己 当来的同志 彼生在台北市的发展 但是总是民进党是为了台局 但是刚才说 真的 我很想记住我们修道 因为修道这被你 这个柯文哲在选市 去修道 去在那里 公家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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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公司一定要让修道人怎么怎么 结果修道人 控议柯文哲欣妮八股 修道好安理的理政 带领轨的修道人控议 理政说一句话 叫做责文家理政 他说 刚才是医生说的 我现在民间的他说 他说 就过去就白癌症 看不清楚 这都有这边两个 现在白癌症掛好了 白癌症掛好了 脈酒变金 所以大家白癌症都掛好了 所以才会说 这个边两个 不只是对基层的八肢 好像动作够 对地细混注把动作奔舌 像全世界只疑 只想做风队 他智商157 不是智商157 他的扣冠157公分 那扣冠都穿到土栽来 那是他的扣冠 固定157公分 不是他的弟兄 157公分 弟兄 但是都很幽默 那是孩子在说的事情 我們住人做事情 出來做社会 是做人 跟林家庭部長說一句話 是先有人 先做人 才有做部長 才有做市長 頂頂 你如果人做不好 你做什麼都不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做市長 其實就是解決 八千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現在用客觀的基礎 來看 因為柯文哲 一二三年出來 到現在 讓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經驗 就是說 不管你是董 我們不要管政董 做一個政治人物 你要解決八千的問題 我一樣 回頭都說要記錫頭 現在現在要選 用這個社會的事情 就最好檢驗 你這個市長 是不是以後有材料 把台北市創好 因為社會一叫我空年 因為為了大台北地區的 風風的問題 嚴重僅僅僅五十二年 一叫七空年僅僅僅到現在 同樣白白是台北市人 我相信很多台北市人 不知道社會在哪裡 你看全台北最漂亮的地方 所以很簡單的檢驗 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平衡黨也好 不是平衡黨 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 有可能沒有自己平衡黨 國民黨會講 我們你們三的人 覺得去社會 去解決社會的問題 我相信 講話 我們會去 陳時中會去 但是黃珊珊不敢去 因為黃珊珊去社會 他就要民進去 把這個平衡過去 國的白菜圍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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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冰島起來 所以聲量很好 聲量很好 但是你的民間的支持 都要援使你的市政 是以人民的訴求為主 這才是民主政理 我們的民主政理 臺灣要堅強 就是說公民的意識 公民的意識 可以翻作公民的行動 公民的行動 可以去改變政治人物 你個人的看法 我們這個民主 這是實在 所以斜兜的問題 你要怎麼處理 現在台北市這三個市場 第三點 講到整個北臺灣的選舉 陳時中的聲量 在那裡是中東部以外 這主要是中東部補局 一個北三島的選舉 新北市有林家龍 這個有選舉經驗的揣隊 然後有一個市政的聲證 不錯的林志堅在逃逢 陳時中他這兩年多 在全台灣開防疫委員 所以他有很幽默 很趣 所以但是他沒有地方的選舉經驗 所以就是中東部是怎麼做的 這個北三島要做一個政典 這個北三島是我們臺灣面對未來 這個印太國際形勢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不是只有陳時中的問題 是新北市的林家龍 還有東市的林志堅 這個北三島形成一個聯合作戰團隊 所以陳時中的聲量 背後其實有林家龍 有林志堅這個基礎 所以整個要為臺灣打一個很優秀 很典型的地方的選舉 其實柯P現在2022年他也沒有選舉 可是他也自己說自己很像這個 第四位的參選人 剛才講到為什麼大家對於柯市長 為什麼過去這些醫生 這麼樣的來挺柯文哲 柯醫師 結果現在大家都這樣吃細心 不只是說醫師 柯文哲過去也有好幾位下屬 後來都紛紛跳船最後反目相向耶 為什麼會搞成這種輕信變敵人這樣子的情況 這時間點的轉變到底從哪裡開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請教明玉姐 大到兩層樓高的木馬 小至一公分的魔戒 北市議會不論開議還是總質詢 王世堅總會準備精心禮物送給柯市長 每次都成為話題焦點 沒想到柯P爆料 這些禮物多半緩了回去 都還討回去 後來我就開始頂他 我說你這是禮物還是道具 對啊 還是道具 不然他就不好意思拿回去 他樓袍有沒有拿回去 有啊 拿回去 所以後來送的東西就開始變成送書 越送越小 上網路節目調侃議員禮物越送越小 暗奉小氣嗎 王世堅辦公室立刻發出聲明駁斥 但是強調從來沒有討回禮物過 要市府不要亂造謠 但柯P繼續酸 自從我們不還他以後 他就越送越小了 就是這樣啊 他沒有啊 所以是 是我們自己送回去說我們不對 哪有人家這麼沒修養 有人在計較禮物的大小 龍袍我給他 他也穿了十天不是嗎 十天之後才還我嘛 王世堅細數自己送的禮物 還爆料所有禮物當中 就這件龍袍讓柯文哲情有獨鍾 書上面記載的 五百年必有王者心 嘿 還真有人相信 相信的這個人還是民選的柯文哲市長 不只龍袍還有毛澤東服裝 奉刺親中立場 但柯P也反酸 王世堅只會當開心果 不是每天在當台灣人民的開心果 這也不是 這樣的話就直接去電視台上班就好了 為什麼在台北市議會 全台灣政治圈最會演的 最擅長挑弄話題 放著正事不幹的 就是柯文哲吧 有人記得王世堅在台北市 有任何問證嗎 沒有啊 我這八年來我是科學家 所以我專攻你柯文哲 雙方你來我往槓不停 王世堅也預告 將送上畢業大禮 柯王對決最終回合 讓人拭目以待 好 科學家專攻柯文哲 這個柯市長在議會遇上 王世堅真的是挺黑的戰將 不過我們這個應該是說 這個打柯的戰將 那在這邊我也想請教一下 明玉姐為什麼現在民進黨 跟這個柯文哲的關係 好像真的永遠回不去了 包括其實大家問他 你之後要參選總統等等的事 他講理由也扯到民進黨 他說我就是不要讓民進黨太好過 不要讓人太好算啊 要讓民進黨多花點錢 那講到過去民進黨挺他選市長 他也說他當年是被利用的 被利用然後當了八年市長 是這樣嗎 明玉姐 我覺得柯市長還是要有點口頭 因為你這樣會傷了很多支持者的心 因為當時其實大家就是一股氛圍 而且柯文哲一直始終都沒有加入民進黨 我覺得那一波已經傷了支持者的心 不過這就大家可以就慢慢諒解他 因為當時大家主要的目標 就是不需要國民黨當選嘛 所以才會有一個在野勢力的一個興起 素人政治的興起 那個都是有一些歷史背景 那當然就是說柯文哲後來跟民進黨 就漸行漸員 那這個講的話就越來越犀利 那到最後原來就是促成他自己 要跳出來選總統嘛 那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你就算我們常說嘛 就是你情人做不成 但是你還是不要口出惡言 那我覺得就是說柯文哲現在就是覺得 我覺得他有點糟金去啦 那我必須講就是說 因為我採訪他 至少我採訪他超過八年的時間 那我認為就是說 其實不只這些一屆啦 好像有出來道歉大會 其實你可以從最早之前 就是包括他一些核心幕僚啦 像簡宇燕啦有沒有 就是像蘇立雄這些人 林鶴明這些人都慢慢都跳槽 都跳槽回來 以前都是身邊很親近的人 而且這些我覺得就是說要跳槽 譬如說你要回民進黨 這個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就是說這些人跟柯文哲 後來分手其實都不是那麼愉快 那柯文哲後來還口出惡言 都是就是說去講人家 我覺得這個會傷那些 就至少人家都很盡心盡力幫你嘛 譬如說像蘇立雄對不對 他也幫你辦了一個世大運 可是蘇立雄走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子去把人家講的這麼的不堪啊 那我當然認為說這是有師厚道 不過我採訪他就是說 譬如說我自己的經驗是說啦 就是我那時候採訪他一個小時 你就可以發現說 不知道他是個性史 因為他就比較驕傲 就是他常常講說自己智商很高 或是他是比較順風順水 都是那個醫師 比如說一路都學霸 然後醫師這樣 所以他看人都是 我認為是比較刻薄 他就是 譬如說我採訪他一個小時 他大概五十九分鐘 都沒有都沒有 幾乎沒有講過人的好話 他都是 譬如說我們去評價一個人 我們會講他好的地方 或是看他不好的地方 就是兩邊並程 可是他基本上 都都比較看到人不好的地方 你很少聽到 他有去稱讚任何人 所以我那時候採訪 他晚上我自己的感想是說 我會不會出了這個門 他也會說 那邱曉鈺也不怎麼樣 就是也是一個不怎麼樣 就是你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說為什麼 就是他好像周邊沒有什麼 太多的這個朋友或親信 或是說離開他的人 最後都有點撕破了 我覺得他個性使然 那回到回到選舉的部分 我認為說 柯文哲現在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我覺得對候選人來講 會其實沒有加到分 第一個就是說 你看到他為什麼現在要發言 因為他發言就要搶聲量 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這個陳時中的聲量 整個節節上升 包括我們之前講的他的臉書 很快就破這個萬 他的臉書現在聲量越來越高 那柯文哲你要長期觀察他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在意聲量的人 那旁邊的幕僚都很多勸告他 就是說你聲量 並不代表你這個政治人物 就會就是 就代表你這個政治人物好 聲量不是選票啦 對 尤其你看韓國瑜的例子 韓國瑜的聲量很高 但是他都是負面聲量 所以你聲量 你還要看是好的聲量 還是負面聲量 現在柯文哲就有點淪落 淪落於他負面聲量比較高 可是問題是他就是很迷信 聲量這件事情 所以他現在看到這個陳時中的聲量高 他的話語權沒了 他就很急 所以他就開始要 因為以前的政治金句 我們都阿伯 我們大家都會說是柯文哲 因為現在沒想到陳時中的政治金句 阿伯變成這個寶座已經是陳時中的 所以柯文哲他就現在又要開始想要搶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最近連連他的太太 本來停了四個多月的臉書 也都再度上場 你就知道說柯文哲這個人 對聲量的這個在意 是非常非常的渴望很強大 但是問題他來了 就是說他當然是自己想選總統 所以我認為說他眼裡只有自己 他現在搶政治聲量 就是為了他總統鋪路 可是你不要忘了今年選戰的主角 還是包括你的高鴻安 黃珊珊跟賴湘玲 你當把你的話語權 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黃珊珊最近已經被邊緣化了 沒什麼話題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好像台北市長變成是你柯文哲 要繼續再拼連任啊 黃珊珊的角色在哪呢 所以就說他這樣子搶聲量 其實對真正的候選人來講 其實是不利的 那最後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你要搶聲量 那你邊緣化你自己的候選人 問題是說你還有一個問題 他講話的仇恨值太高 他就很 我就說我們剛剛那個 一路走來的鋪陳嘛 就是他講話就是比較 就很刻薄了 比較不厚道 那你知道那種三仇恨值的結果 你會把中間選民給嚇跑 那坦白講 這對黃珊珊來講 或是說賴香檸這些 會有點可惜 因為這兩個就是說這幾個候選人 大家會覺得說 他們都還蠻理性蠻溫和 那高宏安沒有溫和 可是高宏安至少人家問政 覺得他還蠻理性 表現很好 可是當你柯文哲你的講話 你的仇恨值越高的時候 中間的選民會跑掉 會覺得說 哇那你們是不是 這個如果黃珊珊跟你很近 他是你的接班人 會把這筆帳算在黃珊珊身上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兩個啊 就是說第一個他會邊緣化的 這些候選人 第二個他會把中間的選民給嚇跑 講到柯文哲 現在是徹底跟民進黨 現在已經是疲敗了 這個紅綠委員 確實這幾年啦 民進黨跟柯文哲互相 沒有好話 可是說真的啦 這個柯市長 如果講到過去那段 2014年 他有辦法真的選上市長 民進黨真的也是幕後最大推手 講到這段 他現在聽起來 都沒有在感恩 還說你們利用他 其實要選市長 說人家利用你 如果你自己不想選人家 怎麼利用你 對啊誰有辦法 我必須要講這一句 如果你自己沒有想要選台北市長 誰怎麼利用你 對不對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過河就拆橋 我覺得做人不應該這樣子 我還記得2014的時候 柯市長說他是墨綠 墨綠喔 他自己說是墨綠喔 我張宏露我也不敢說我墨綠 我深綠我可以說 我深綠我可以說 我墨綠 那個比深綠更綠呢 對不對 你那時候你自己為了要選上台北市長 你跟所有人公開講你是墨綠呢 到底是民進黨騙你還是你騙民進黨 我覺得這個要說清楚 也是要釐清耶 對 民進黨 你那時候柯文哲是用五黨集選 民進黨是全力的支持你 那為什麼支持你 就是要想要打倒國民黨而已啦 就這麼簡單啦 但你應該是互相合作的關係 你現在變成說人家利用你 我覺得這一個真的是不厚道 再來二零一八不要忘了 柯文哲贏的票沒有多少呢 只有幾千票 幾千票而已 如果不是因為那一年的投開票 這樣子出問題 我跟你講柯文哲應該不會當選 為什麼咧 在這個投開票的還沒還沒投票完 那票已經開始開的時候 就我所認識的一些支持民進黨的 臺北市的人就說 我寧願給柯文哲上 也不要給國民黨的丁守中上 所以你看之後你看 有多少人是那時候改投柯文哲 所以你才贏了幾千票 如果沒有那時候對不對 那你還能夠連任嗎 當然啦 這也是你的命 可能就是要繼續當臺北市長 不過我覺得人跟人的相處 我們不要講政黨就好了 人跟人 尤其臺灣人 我覺得後道是很重要的啦 你不能說過了核拆橋 然後說以前就把人家說得一無四處 你看喔 像剛剛大家在講的 這個他的這些醫生的朋友 或什麼 你看為什麼這些人會跳出來 講柯文哲你的不對 雖然不是所有的醫生 但至少有幾個人跳出來 可是我在看柯文哲的回答 他既然說他也覺得很奇怪 這些年當年都是支持支持柯文哲的 不過因為我沒有付薪水給他 他也沒辦法 為什麼會講這這句話 我覺得啦 人跟人難道就只有利益 就只有利用 就只有錢嗎 對不對 不要忘了選市長選總統選政治人物 很多人是為了理想 為了理想跟未來才會去投的 跟錢沒有關係的 那你當初支持你的人 今天雖然網路上這樣講的 你竟然這樣講 我我我真的覺得這個邏輯點 不知道在哪裡 完全沒有邏輯 我相信他的這些醫生朋友 應該比聽到這些應該比張文哲更生氣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啦 種種的這種原因造成這個結果 只有一個 因為柯市長他想要創造更大的聲量 他層也是如此 所以他現在還是希望聲量越大 聲量越大呢 民眾黨的討論度越高 這樣子他們的議員候選人 當選的機會越高 他是在吵這個 所以稍微什麼在亂臉 然後因為講句難聽一點的 他的議員候選人 只要掛上民眾黨 大家只要認為民眾黨好 柯文哲聲量高 人家票就會投給他了 那他的議員如果當選多一點 他就有機會參選2024 所以我認為從今天開始 柯文哲市長還是會以這種方式 一直亂講話 甚至挑戰別人 他不是真的要成為第四個參選人 對 他純純粹粹是為了自己2024 在鋪路 讓民眾黨的議員能夠在全台灣 各個縣市能夠多當選一些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我柯文哲的討論度高 我的議員 我的議員就能夠當選的更多 這是他的目標而已 沒有錯 柯文哲除了在意 看重聲量之外 另外一個 我覺得柯文哲很看重的就是 盛文知道嗎 這個柯市長常常把157這種智商 掛在嘴邊 說來說去都在講智商 人家阿中部長的回應 確實看起來感覺上 這個EQ的部分就高很多 陳時中就說 這個被問到 之前有沒有測過智商 陳時中說 他不太曉得 可能小時候的時候有吧 那他講的是說 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人生經歷也許比較少 可能很多會用成績 或是用智商去評量 可是現在大人 拜託 柯文哲幾歲 現在大人有人生的經驗 一定年紀之後 要對自己付借 來 盛文 我一直認為說 智商跟智慧是兩碼的事情 搞不好柯文哲很有智商 那確實來他畢竟是醫師嘛 但是我非常確定是陳時中 是一個有智慧的市長候選人 那其實柯文哲這幾年執政下來 真的讓很多曾經支持他的選民 感到非常的遺憾 覺得很後悔 怎麼曾經會去投票給柯文哲 其實從這一次 我有研究一些地方的選情 也包括政策等等 你有發現到一些數據 這種柯文哲上任以來 從原本台北市有270萬的人口 也慢慢下降降到250萬 不斷在流失 不斷在流失這些人口 他的人口組成呢 主要是18歲到40歲的民眾 也就是屬於我們年輕人 這一代的民眾 所以如果繼續的這樣子 按照這種方式執政下去的話 我認為台北市會變成一個 沒有活力的都市 所以我相信未來陳時中部長 他一定會努力的來解決現況 那為什麼柯文哲最近呢 不斷的在語出驚人講那麼多 我覺得跟剛剛張宏陸委員講的 是非常的 是完全正確的啊 因為畢竟 第一個嘛 是要把陳時中的審量拉下來 第二個就是要為了他的2024年 他來暴露 那最近陳時中部長 決定說出來選舉之後呢 有這些藍白啊 語出驚人啊 說這個不原諒陳時中 擋BNT疫苗 但各位民眾大家還記不記得 擋BNT疫苗的是誰 是中國啊 後來他又說陳 這個陳的支持者 是否願意將高端疫苗吞下去 這時候我覺得陳時中部長 就非常的有智慧的啊 他告訴他說 疫苗這種東西啊 是要用打的啊 不是要用吞的啊 再來我們來看到 黃山丹他說什麼 若非選舉啊 陳時中不會向萬華道歉 但其實陳時中部長 他在去年早就已經都道歉過 那再來 這個國民黨其實也顯得還蠻緊張的 他說陳時中團隊是防疫破口隊啊 用這個用人完全沒有在乎 這個地方鄉親的感受 但其實大家還記不記得 蔣萬安在前一陣子防疫的期間 是他脫口罩去跟別人敬酒的 所以防疫的破口其實是這個 蔣萬安委員才對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想到為什麼最近大家會 這個不管是藍白啊 都那麼緊張語出驚人 講出這麼多的話 其實原因就在於說陳時中部長 他有帶一個光環在 所以前一陣子因為陳時中部長 他確定要出來參選 所以我辦了一個這個 跟地方的市議員參選人 一起合照的活動 要來比如說這些照片 可以用來未來的看板運用 那很多議員參選人 包括現任議員 他都有側拍 發到網路上之後 也包括我的臉書 他這個按讚的效益 都遠比先前來得高 所以可以看到確實是因為 陳時中部長他有帶一個這個光環 可能地方民眾很喜歡 所以讓我們我們的戰術會有提升 所以因為這樣的狀況下 其他政黨才會感覺到非常的 可能會可能也因為這樣啊 所以會害怕 所以才語出驚人講出這麼多奇怪的話 當然我們回過頭看到 柯文哲的團隊最近實在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前一陣子涉灘案件 那個王文秀的處長 涉灘案件 然後再來看到他們這個 殯葬處的這個秘書啊 又打麻將喬人士涉嫌啊 那後來呢 又看到現任新上任的處長呢 還報了停車位亂停的案件 所以他稱之 柯文哲他怎麼回應 他說那乾脆把正風柱撤掉 正風柱根本不是說他能撤就可以撤 而且柯文哲曾經講過一句重點的話 自己的下屬幹了什麼事情 長官一定會知道 那這顯示柯文哲他確實知道 那這是不是所謂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好 柯文哲的問題 這邊我也請維園幫我們來尖端補充一下 因為過去維園是在幫丁手中打選戰 跟柯文哲交鋒過程當中應該感觸很深 我想柯文哲最近就不甘寂寞了 又發現說我身量好低喔 因為他今天不是那個市長候選人的嘛 所以發現台北被黃珊珊搶走了 然後新北然後這個桃園 然後桃園帶江陵 然後新竹又高宏安 然後柯文哲沒有我的版面了怎麼辦 所以我要跳出來說 我是雙北跟那個新竹的第四個市長候選人 那你把黃珊珊放在哪裡啊 對啊 你自己的指定接班人 對 指定接班人 然後結果今天比較重要的政治攻防議題 他跳過黃珊珊說 沒關係我來 我比你有經驗 為什麼 因為我智商一五七 你們都比我笨 你們都不要講話 我最會打選戰 我第一次靠民進黨支持 我當上臺北市長 然後第二次 因為邊投票邊開票 我連任臺北市長 我最聰明我最棒 其他人被他利用完了 就丟掉了 我當然大家不要不可否認 2014年 沒有民進黨的支持底下 柯文哲是不可能當市長的 所以這種知慾之恩 你今天過後拆巧的話 其實對台灣人民的情感來說 是不能允許不能接受 而且他竟然說 民進黨利用我 利用柯文哲 跟好路委員講一樣 你今天可以選擇不被利用 對啊 那你今天被利用了 那我最後必須講一句話 你今天如果你願意被民進黨利用 那你今天願意利用自己的民眾黨 那會不會改一天 你被共產黨利用 你沒有你的中心價值 我不知道你該幹什麼 所以你這樣子 完全只有個人私利的做法 難怪臺北市到現在 剛剛好像有講說 他質疑王世堅說 你這幾年問政什麼東西 老實講臺北市 我知道柯文哲有做一件事情 把忠孝僑的引道拆掉 第一年第一個月做了 剩下的七年十一個月 預估你做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我身為臺北市民 我根本就搞不出你做什麼事情 就你還好意思說 王世堅你的問政 都不知道問什麼東西 所以柯文哲 他就是一個 只會打嘴炮的市長 剩下行政能力 我覺得一文不值 對這個柯市長 檢討別人之前 應該先看看自己 到底做了哪些事 在我們關心完政壇焦點之後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 現在台海情勢也逐漸升高 休息之後馬上回來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博恩斯20號出席阿斯本安全論壇 談到俄烏戰爭議題外 被記者問到台海 他認為中國沒有放棄對台灣動武 柯恩斯認為北京當局正盤算如何犯台 他猜測時間點不會在二十大後 畢竟俄武戰爭打了五個月 各國制裁重挫俄羅斯 可能也讓中國不安 由俄國經驗觀知 中國領導階層若爭響動武 還要先考量如何控制輿論訊息 以及因應可能遭受到的國際制裁 俄軍在烏克蘭的死亡人數已達1.5萬 傷兵人數可能高達4.5萬 中方雖擴大購買俄羅斯能源 支撐俄方經濟 但還是步步為營不敢預舉 做出提供武器等行動觸怒西方 而俄烏開打也讓中方原本期待 與部分歐洲國家聯合對抗美國的策略 暫時落空 博恩斯形容俄烏戰爭是一項戰略失策 原本俄方以為能在一週內 顛覆基辅政府 沒想到被極力阻擋 反重創自家經濟民生和兵力 博恩斯認為中方不太可能立即攻打 步上俄國後塵 台海的情勢 其實美國也是非常關注的 尤其在美國中情局這邊 我想先來請教一下明玉姐 根據美國中情局局長 她的這個預測 她說習近平應該是不會再晉級 不會再召開二十大之後 就立即攻台 可是未來十年內 攻打台灣的風險是有的 而且她說不要低估這個習近平的野心 未來十年的時間越往後 中國犯台的風險越高 可是現在習近平沒有看到烏俄戰爭現在的狀況嗎 俄羅斯打了五個多月打不下來 中國現在這樣子對台灣還是存有野心 當然就是說博恩斯的談話 包括國際的專家 或是說很多這個國家的政要 其實都講過相同的話 就是說都不要低估習近平 想要這個武統台灣的一個決心 那回過頭來 但是講說博恩斯有一個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說 他認為說在二十大之後 這個中國不會立刻的攻打台灣 他覺得這個時機點不可能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這個俄烏戰爭會給中國領導人或是中國的領導階層 一個很大的嚇阻 那當然就是說為什麼 其實你也看一般的輿論風向 就知道為什麼台灣民眾到現在還在關心這個俄烏戰爭 包括我們如果講俄烏戰爭收視率都非常高 不可否認就是說台灣民眾 還是會有一些這種同理的這個心情 大家當然覺得說如果說今天烏克蘭 他能夠這個以小博大的話 那當然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鼓勵的作用 那當然烏克蘭跟我們一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對抗這種俄羅斯這種極權的這個政權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還是很多地方不一樣 包括烏俄人家是邊界是完全連在一起的 那不像說我們至少還有一個台海的屏障 還是有一些不同 但是整個大環境的氛圍這個是一樣的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現在當然烏俄戰爭已經打了五個多月了 那本來一開始這個俄羅斯發下豪雨三天 那變三個月了 現在已經快五個多月了 對戰事都還是膠著在那邊 也沒有什麼順利的進展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西方世界的 包括歐洲歐美的一些國家 不斷的攻擊武器 不管是私底下的檯面上的 這個武力的支援就會知道說 事實上這個民主國家還是 站在這個同情烏克蘭或深遠烏克蘭一邊 因為大家知道如果說烏克蘭這場戰爭如果倒的話 那當然對俄羅斯來講他日益強大 整個步步進逼 那對於歐洲尤其歐洲本來 你知道歐洲國家其實他們本來都是比較自私自利 就只顧自己 這個就是至早門前學 那現在看起來如果說連烏克蘭這個屏障 都被俄羅斯給攻下的話 那下一個會不會等於又是其他的國家 所以大家會人人自圍 甚至會犧牲說一些這個 譬如說天然氣的一些這個利益 或者是什麼的 當然現在我們包括全世界也都在保藏烏俄戰爭的後果之苦 像是最近的包括石油在漲 物價飆漲通膨 這些都是烏俄戰爭所引起來的一些效益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如果這場本來烏俄戰爭 中國我認為他打的如意算盤是說 如果那個俄羅斯本來就是打如意算盤 可以在很快時間之內就把烏克蘭攻下的話 那中國鐵定是吃了定心丸 就覺得說那這樣子大七小可以這麼快 那我們也可以閃電把他把他結束 沒想到這場戰爭並沒有如俄羅斯的預期 當然也是就是出乎中國的意料之外 其實現在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戰事的焦灼狀況 當然就是說如果這個中國想要立刻這個武統 想要這個發動攻擊的話 就會覺得說那這個前車之鑑在這邊 他當然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那當然最後不要忘記說 中國現在內部也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疫情的問題 那包括現在最嚴重的爛尾樓的風暴 這個已經是全中國的經濟受審 他不只房地產業很慘 他連金融業也拖垮 現在連鋼鐵人家說鋼鐵是那個鋼鐵硬啊 就變鋼鐵人都變軟了 所以鋼鐵業也都倒到一個不行 等於說這個後續的整個金融風暴才要開始延續 所以中國內部這麼嚴重 再加上習近平剛剛大家講 習近平二十大他還面臨很多內部的挑戰 包括李克強這個內部都還在鬥爭他 習近平自己也面臨很大的挑戰 他自己有內憂外患的狀況之下 當然我認為說伯恩斯的這個警告 也是這個這個全世界給台灣的警告 就我們還是要居安思維 不管在國防最近大家討論的 是不是連女生都要當兵 我們的疫情要延長 或是我們的衣物衣要改回來 原來的這個真兵什麼的 我認為說這個都可以討論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要居安思維 就是中共的野心是不可以等閒視之的 居安思維很重要喔 尤其這個中情局已經示警 說我們台灣這個台海之間 未來十年內這個風險是越來越高的 那講到這個我們台灣自己的國防 我們怎麼做準備呢 現在大家開始在討論啦 是不是兵役要延長 是不是連女生也要當兵 我們休息一下喔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請教這個載葛最新的看法 最近其實我們台灣來了好幾位 這個外國的貴賓喔 其中一位就是包括這一位 美國前國防部長艾斯培 那他來到我們台灣的時候 其實針對這個台海情勢 也給了我們台灣一些建議 包括說現在在台灣喔 這個做兵的時間是不是太短了 好艾斯培就建議啦 他覺得台灣應該要延長義務議期 至少要一年 而且他甚至建議喔 最好男生女生都去當兵 好那他也希望我們的國防預算 可以再提升 而且要有意識的升級這個戰備存量 因為中國對我們的野心喔 是不會消失的啦 這是可以確定的不改變啦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的當兵制度 到底要不要來微調 要不要改變呢 宰哥 是 問是 因為我們台灣內部的這個 這個國防的力量 本來就是要做一個檢討 但是是想 那是我們內部 我們台灣的安全 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我們台灣的安全的問題 是關閉到日本的國家利益 是關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 關閉到美國和日本的國家利益 就是整個阿台地區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有兩點的這個關閉 我們台灣人有兩點的關閉 不要去思考 就是在台灣的中國人去影響 說會戰爭的事 我就說 吃飯就算是了 但是對中國共產黨 不是他會不會侵略台灣 是他能不能 他有夠那個裁條嗎 有夠那個裁條 這是第一個觀點 第二 美國 在看美國的政策 不是看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美國是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的這個國務人員 不管是國家安全 還是國防部軍隊 他是在保護國家利益 所以他們不管 我們哪一人的總統 他其實是維持美國的國家利益 為主體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過去我們都覺得 川普真支持台灣 覺得拜登會有危險 其實我跟大家說 簡單 拜登 因為川普利空一七年 十二月 十二月 站起來之後 他有發表一本 叫做美國國家安全的 政策 補國 利空二一年 利月集結 拜登 在利空二一年 三月七三 他有公佈這份 美國國家安全策略 政策的基欄 這點 基本 像拜登利空一七年 十二月公佈的基本 基本 站在美國的國家利益 是一樣的 一樣的 第一 都把中國 俄羅斯 做成美國在新時代的 最大的威脅 第二 支持台灣 支持香港 支持中國共產黨 臨界的所有人類 第三 對於中國 跟俄羅斯 他是美國新的 這個條件 在日本裡面 拜登說到中國二十件 俄羅斯只有三四件而已 他裡面支出 最重要的一點 這可以 因為這比較複雜 但是我用很簡單的 我們用什麼 中國共產黨 用經濟外交 軍事 還有科技 去影響目前 我們現在的 國際的理事 另外 另外對於台灣來說 他當然 因為 我這個 第二 他這個基礎 反正 美國的總統 不管你就是總統 因為美國跟這麼大 他的政策改變 很慢的 但是他改變之後 兩個黨都一樣 所以 他這個 川普跟拜登的國家安全 我們切掉 來到我們的阿州 我們來看 這張圖 大家都很熟悉 這件 不好意思 讓他清楚 現在整個世界 現在這條 這條線 就是第一件世界 第二件世界大 事件 建立冷靜的第一桌面 在 李空一半年 他在 川普 印太戰略架構 的 內部的文書裡面 在李空 李印尼 他去找他 他的國家安全國分 這個歐布萊恩 他解密 第一個就是說 北京 他要擁破 這個第一桌面 就是要把台灣 推出 當出太平洋 當出太平洋 要跟美國 共關這個太平洋 美國已經知道了 所以 這個家共 家共就是 我們安倍是怎麼偉大 日本修想安倍偉大 是因為 他在李空 空兩年 做台湖市政院 做修想的時候 他就發覺說 要去建立一個 新的亞太的地殊 所以他就要拿出 自由開放 這個亞太民主浮現 然後立後發展到 現在的印太戰略架構 就是李空一半年 李月十一 川普簽署的印太架構 這個印太架構 來到拜登秋頭 在李空二零年 五月二十 五月二十一順 延伸變成 IPEF的印太經濟稅構 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 安全關聯到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台灣是問題 我們台灣的內部 就是國家倫動問題 因為我是台灣人的 有六七% 因為我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的 有三十幾% 這就是 我們台灣內部 要先改過這個倫動問題 才有辦法 跟台灣的國家利益 變成世界安全自由 開放好平 而且是